都在立法院是进入深水区 第一让马上就来 备战傅昆奇主导的花东快和环岛高铁案 蓝绿白各自磨刀火火 如果说到现在还是想说 这就是一位的违宪 不愿意正视 或者是不愿意请听民意来建设台湾的话 谁才是耽搁台湾建设发展罪 我们提的修正东西 中国国民党也认同 所以他们也签字 用特别预算的部分 把它删掉 你要做的话 就要用公务预算 国民党下任数优势 信心满满 再加上白银也说 拿掉特别预算 就支持副总招建设花东 略银反问前瞻预算8800亿 审查花104天 但蓝白联手的上兆法案 从立案到表决却不到两个月 换汤不换药 都是凌驾了交通专业的评估 这几个条例 通通都是要让整个国家 搭上掏空国库的失速列车 插与协商三党也是有备而来 黄国上不满论 老爱使用拖字诀 他丑话说在前 如果这个协商是漫无止境的拖延 甚至沦为民进党党团 在进行人声攻击的一个舞台的话 再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我们如果提早离席 就请韩院长不要见怪 那他今天如果已经先行对外预告了 那恐怕他也已经设定好 今天在协商当中再次甩头走人的这个桥段 眼看蓝白可能强度关山 民进党团打算拼战到底 我们无论如何会争取在协商的过程 逐条讨论的机会 我们奋战到最后一分钟 要协商到今天半夜 我们都愿意 周怕五一四院会成了蓝白推动花东法案 表决的第一队绿营出招 希望党一关吃一关 近众无论营肇事院采访报道